不吸烟的人肺癌罹患率这么高 为什么 其实很多因素的 主要是亚洲人比较多的基因脱变 EGFR是在正常细胞都有的 它是属于表皮 生长 受体 但是当这些基因改变以后 它都自己平民地发出一些顺势 给这个细胞平民地生长 那些生长过程就变成癌细胞了 所以有这个基因的人 可能是没有其他因素 也要为自己在发病 可能是环境因素有关 很多时候是二手院 也知道亚洲的经验不是很好 很多的公众场所都可以抽院 所以很多中国的女性比较小抽院 但是她们二手院的基因其实也很高 我们不知道这个为什么 我们就是做基因这个在癌细胞检验 在发现这个情况 因为从前不知道 所以治疗就是一般的化疗 放疗 功效是不好 所以在10点20年前 开始做一个全身的基因图谱 每一个癌细胞都看看它有什么变异 变异就是发现 原来我们这个肺癌就是有这个基因的变异 才知道是有这个情况 我们可以针对这个基因 这个发解这个药物来去控制 了解 谢谢大家 您好 谢谢大家